1981年一位飞行员操纵着当时台湾省最先进的战斗机返回大陆 之后他被奖励65万元 次年迎娶美女空姐为妻 他是建国以来从台湾省起义奔赴大陆的第90位飞行员 当时这件事在台湾省地区也引起了轩人大波 很多国民党要员为此引咎辞职 此后国民党空军实行更严格的管理 返回大陆的飞行员也越来越少 黄之诚从小在台湾省长大 26岁时就晋升为国民党空军少将 总飞行时间长达2000多个小时 虽然他出生在台湾省 但父亲却经常给他讲关于祖国家乡的故事 尽管当时飞行员在台湾省享受着非常好的福利待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却越来越思念家乡想要回到大陆生活 1981年8月8日黄之诚终于等来了机会 当天他要驾驶美式最新型的F5战斗机执行考核任务 当黄之诚带着学员飞进入大陆沿海空域时 学员许秋林察觉到了不对劲 说这是飞往大陆方向 而黄之诚淡定地说我就是要回大陆 虽然当时已经到了大陆空域 但学员许秋林一心要回去 最终黄之诚尊重许秋林个人的意愿 让他在马祖东营岛上空跳伞 之后一个人飞回了大陆 当他降落到福州机场走出机舱的那一刻 黄之诚受到了机场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他满心欢喜地说 我终于回来 黄之诚带回来的飞机对国家航空事业的发展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他被国家特别奖励了65万元 此后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学校副校长 为国家培养出大量合格的飞行 1995年黄之诚晋升空军少将军行 更是为海峡两岸的交流做出了一定历史贡献